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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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来 一起念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我的 鬼师父法正老法师 他是以发普利金念佛 每天早上两点半起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活到一百零六岁 没有生病 劝我吃素念佛 他那个念佛我们都很感动 所以他起来我们都不好意思睡觉 等他念完我们再去睡觉 因为他在念佛 就感受到阿弥陀佛在他身上 所以各位你 我想佛法没有高低 不是说我什么都不会 我只会念佛 你有那个动机比较重要 他有阿弥陀佛的心来念佛 来关心众生 他念起佛号不一样 所以来我们要真实的当愿众生 其实是一种承诺 也是一种不失 一种戒律 来各位养成一个习惯 在被测 慈悲是一种习惯 那这个习惯的养成不是一天 分分秒秒 分分秒秒的 这一种真心 关心 呈生对方的苦 你要让对方感受这个 所以我想超度鬼道 也没有什么特色 你有悲心 帮他念佛他就超度了 因为悲心 而不是说我们等一下来唱歌跳舞 然后翻跟斗 看他会不会超度 那是为了赚钱 没办法 要搞花招 但是我想在这一点 应光发誓说了 一心念佛 但是如果我们又能够摆设这么多 大慈大悲 对不对 让他们欢喜 人也欢喜 佛也欢喜 众生也欢喜 祖先也欢喜 我看新加坡就是这一顿最好吃了 相不相信 如果看到比这个大的来跟我们讲 我们再去学 怎么样做得更好 这里面有佛陀降服最像的故事 我们缅甸传统文化 各种为生者 为病苦者 所有的供养都放在上面 缅甸传统 所有的上供下施 消灾拔度的各种的法门 都放在里面 然后呢 希望以这个力量 消灾拔度 好 所以在念变 八观在界的功德 一 当愿众生脱离病苦 你要修到这样 这个人很生病 你过去 愿你离开病苦 他好一半 请问佛有没有这个力量 可以的 这个人往生了 没问题 一定可以往生净土 我要 我要不但他往生净土 我要他上品往生净土 所以我要你大悲心 观修众生母亲的苦 然后我们发布离心来引导他念佛 这个往生者 一定要让他上品上身极乐世界 你要要求自己这样 因为你要求对方上品极乐世界 如果你没有发布离心 有上品的果报 你没办法让他去上品极乐世界 所以我的爸爸 从升天到下品 到中品 到上品 我爸爸在世的时候 我没办法跟他谈佛法 因为我爸爸是一个 像博士一样的企业家 我没办法跟他谈 他根本看不起我们出家人 但只是没办法 但是所以我在世的时候 我没办法跟他讲佛法 他只是尊重 但是他往生了 我天天把我爸爸请来 讲佛法 讲到他去上品上身 我真的很用功 因为我要孝顺 那我对我爸爸的方法 我就要拿来对所有人 了解吗 这样一则就努力 才可以 好 所以第二 念一下 当愿众生 消灭罪障 第三 当愿众生 免除恒祸 不要车祸 大家都不要有车祸好不好 大家都不要意外死亡好不好 这个要 要真心 所以各位 以后你真的要念习 坐在你家门口 很多人走过去 要去上班 阿弥陀佛 祝你赚钱 阿弥陀佛 祝你赚钱 这样 你要念习 你不能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样 你要真心 有那个对象 然后你要念习到 你的悲心 愿力出来了 你不这样念习 不好 所以我当初要出家 我的师父 另外还有一个师父 要求我 你有这个出离心 再加上有这个悲愿 你再来出家 比较好 不然你出家以后 那你就会软趴趴 然后随波逐流 然后就消灭掉 对你没有帮助 出家要 要有一个愿意 不然你对不起 你的家人 因为我们家 是个大家族 而且他们过得很幸福 结果我要出家 对不起大家族 所以各位要有 又要有 释迦摩尼佛 那种精神 坐在金刚坐 我如果不成佛 四不齐齐 此坐的这种愿力 去打坐 去做每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应该做 我为什么在新加坡 会强调这个 因为我发觉 新加坡人 真的很认真 但是有一种 压抑压抑 了解吗 多一点 压抑压抑 他等于 还没有打开 台湾人乱叫乱骂 对不起 但是至少 他还打开了 他敢叫敢骂 因为台湾人 骂政府也没事 因为他就已经 有一种 所以台湾人做的 歌好听 还是新加坡 做歌好听 对啊 韩国人做歌好听 还是日本人 做歌好听 韩国人 韩国人的感情 比日本人 还是一种 一种什么 叫团体主义 像蜜蜂一样 很守规矩 我们中国人 像苍蝇一样 都快了 不守规矩 但是代表 佛教是一种 自由心政 那各位一定要 把你的心打开 不要被传统 任何东西约束住 你才可以开发自信 你被文化 被传统 被制度卡死了 你到西方社会 去看佛法 你会很伤心 他们把佛法 当作一种 自我消遣的工具 买门票 OK 门票越贵 人越多 所以我去 他们给我 卖门票 我就很生气 好 师父啊 没办法 你不卖门票 不写个meditation 没人来哦 你什么讲经说法 慈悲放生 磨狼啊 只有我们华人啊 因为西方人的思想 所以我 我认为各位要 要超越你的血型 修行 要修到 没有血型 改变血型 血型就是你的 个性 那你要 这个过程是很苦的 这个过程 你要 所以来 所以希望大家 当愿众生 千万不要说 哇 车祸 赶快看一下 有没有精彩 跑去 车停下来 师父不用看 没什么精彩 要死得很难看 才叫精彩 那就代表 没背心了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 很喜欢 把不好的车祸 故意 扣在网路上 让大家去传 这是很不慈悲的事情 但是我们 只能拿这个来修行 赶快为他念 赶快为他念 希望他赶快超度 因为他断手断脚的相片 被传上去了 他一定很难过 那各位 有这种立他的心 第四 念一下 当愿众生 远离恶趣 所以 我们一日一夜 受八万灾戒 可以脱离病苦 各位要讲 所以一定要受八万灾戒 要为生病人受八万灾戒 第二 我们一日一夜 八万灾戒 可以消灭罪障 下地狱 下恶鬼道的罪障 都可以消除 所以我们要 把握机会 受八万灾戒 所以我刚刚在 祈求胡老板慈悲啊 这个先不要拆啊 有空就来受八万灾啊 好不好啊 我们明天还要在这边办 4月9号在这边办 再办一次 好不好啊 哇 大家多利用 变化无常 对不对 事件变化无常 那是要 要把握机会 不过下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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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观看